台電說如果核四不繼續蓋完不商轉的話 台灣的電價會往上飆出現限電缺口 甚至我們的漲價也會慢慢的出現 但是今天有立委直接挑明了說 核四根本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整個工程根本是豆腐渣工程 因為拿出了一張又一張的照片 當作證據顯現出來 其實位在核能反應爐周邊的围牆光是鋼筋 就出現裸露甚至斷裂 還有工人在進行工程的時候裝妙藝的寶特瓶 竟然也能夠灌漿變成核四的圍牆 手指著核四施工照片 不僅鋼筋外露 連旁邊的水泥塊也薄落 只要輕輕一彩 鋼筋恐怕就回斷 而另一張更誇張 工人的排泄物就裝在寶特瓶里 一是塞在核四一號機的圍組體牆 這樣的核案讓立委看了只要投 這樣的一個豆腐渣工程 到底這個排電的監工在哪裡 這樣的一種工程品質 讓人怎麼去信任說整個核四的安全 原來會的網站上強調已經開罰30萬 但寶特瓶放在反應爐和燃料池的這道牆壁 卻沒有打掉重做 這樣的強度和防震 核四核案還有說服力嗎 確實符合安全至上穩定商轉的目標 我們才會讓核四運轉 那確保安全才會商轉 連馬總統說要效法的前總統蔣經國都不敢保證 車落保之前一年 車落保是民國75年 所以蔣經國總統真的是有先見之明 1986年車落比核災事件 地上附近的城市里亞特城 兩天內五萬名的居民全部撤光 只有家當全留在原地 一切之間變成空蕩蕩的氣城 蔣經國當初就是因為車落比核災 決定停建核四 如今再看看台灣核四的施工品質 這樣的工程安全 馬總統說的核安恐怕外界都要打上問號 連內新聞委員請陳志宇 台北採訪報導 我打算